黄俊勋设计师 以人为空间的主轴 规划舒适而且机能性 家的优质人文空间 提升居家的生活品质 进一步让家人 有一份凝聚的归属感 我想今天这个屋主的需求 真的蛮颠覆一般我们人的想法 他其实每个家庭成员的空间 特别是私人的空间要大 好像很少人会这样要求 对不对 因为他家里成员有夫妻两个 然后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那所以他们就需要三个房间 三个房间的部分 他们又希望房间的空间 不要说太狭隘太紧 所以他们会 我在收纳的方面 我就帮他做一个整合性的收纳 整合性的收纳 对 OK这个观点还蛮新 我们待会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整合性的收纳 不过我也知道说 其实屋主进到这个空间来 这是新屋 可是他对建商给的东西 好多地方不喜欢 对 当初进来的时候 他就是对建商所付的一些建材 包含就是卫浴设备 还有卫浴的磁砖 那甚至有一些局部的隔间墙 都有做一些变动 地板也是吗 对 地板也是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 今天这个虽然是一个新房子 但是也像是用老屋翻新的方法 几乎全换了 对 我们一进来就几乎 整件都拆空了 好 不过今天这个风格 我觉得有黄设计师的影子 可是还是有一点点味道不太同 到底不同在哪边 因为我的风格是比较现代感的 所以我会用很多线条去做呈现 那因为屋主它是比较喜欢奢华一点的风格 那所以我在软件的部分 包含家具就会搭配一些比较古典的元素 比较华丽耶 对 OK 所以今天看到的空间会是 现代感当中带有华丽的元素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屋主不同的逻辑 它们的空间是什么样子 对 刚开始我们有提到 今天这个房子虽然是新屋 但它整个改造的过程 跟老屋翻新没有两样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打掉重做 玄关一开始就是有很多地方 是你规划的建材了 对 因为玄关这边的地平 我是利用食材的部分去做表现 那我是这块食材用的是前程率 好大胆 一般我都舍不得 我会把这块食材用来欣赏 对 可是你大胆地用在地平上 地平上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屋主希望它是 能带一点华丽的感觉 所以我天花板的部分 我是有做一个 小的水晶吊的那个展示 OK 所以天花板跟地板 会把这个空间 小坪数没关系 26坪 是进来的那个大气跟感觉 要做出来 对 其实一家五口的鞋子收纳量 其实蛮多的 然后还有建云 你可以看我那个开关面板的部分 其实我是有刻意去避开那个 它的开关面板的部分 所以它这是门片吗 对 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收纳量 所以开关跟门片 做了一个结合就对了 对 好 上下这边的量不错 够了 一家五口嘛 对 台面的话我是延续 一直到客厅的一个 柜体的一个造型 都是千层玉 对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块玉好美 而且这样用 对 算是 很大胆 而且算是一个比较奢华的一个方式 对 我们就顺着这个地方 看到电视主墙这边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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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